但是他能阻碰得僅僅止於他們總戲之內 他們對外的競爭力會變得很差 真是可怕的編移 所以我很感謝M.Plug教授 看到這個影片的那些人 Bingo!他就是我要的 趕快把它加進來 其實各位可能有人看過我上面版 我沒有加進這個 所以我們就回到金門來 回到現在的現場 他還看我們說下週一見 其實我還會再去看 不過他的課程已經都完了 我只要線上看就好 我們下週一確實會再見 回到國內 假設論文正是開始實施了 就開始一個合作型、不合作型 然後教授之間的雷台賽開始出現 首先我們先看教學型 一開始沒有圖片型 沒有不合作型 一開始只有教學型跟論文型 誰會被淘汰 教學型被淘汰 因為教育部說 現在以論文來算 不寫論文不能真的 那 不接計畫就沒有績效 所以 教學型的他不寫論文不接計畫 所以他都是0分 那論文型的呢 如果他自己在 碰到教學型的時候 感覺好像論文很多 所以就得到2分 如果他碰到論文型的 大家好像差不多 所以就得到1分 那實作型的那些老師 碰到論文型的又會怎麼樣 教學型的很快就被論文型淘汰 實作型的也 因為他以實作為主 他沒有出論文 他偶爾可能實作有一點 創建 他就想說 我實作充分論文 但是他不是專門在寫論文啊 他不是論文產生器啊 所以呢 他 也碰到論文型的 他會 屬於吃虧狀態 實作型1分 論文型2分 所以論文型會成長 實作型會被 好看 但是這時候如果 不變發生 發生不變種 那 這個不變種什麼呢 我稱他為 偽論文型 偽論文型他們做什麼事呢 他們只求出版論文的數量 和教育部對你的評量分數 然後 想辦法 盡快的 升等 掌握最多的學術資源 那 這時候他不管有沒有興趣 或者是這個技術有沒有用 或者是到底有沒有價值 通通都不管 只要有一個領域 他可以多出論文 我就往那邊走 拿到點數就行了 然後呢 可以接受 說我有發表這個論文 拿給教育部看 就好了 那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叫點數型 那 關於點數的問題 後面還有很多 所以 未來各位如果要念研究所的時候 建議各位來找我一下 因為 你不要念了之後 後悔 那 我可以先告訴你 念研究所要注意什麼事 好這些點數型的教授呢 他們有兩個絕招 第一個絕招是大量生產 第二個絕招是提高命中率 大量生產呢 最厲害的方式 最高段的方式 叫做福特式論文生產線 這個怎麼生產論文呢 你知道那個福特工廠 是生產的一個典範 他這個車子零件 從外面進去 然後才會一關一關 經過幾百到幾千套的程序之後 一輛車就出來 OK 論文能不能這樣生產 就是 國外大概很少這些 但是台灣現在已經 形成一個不可思議的 競爭力超強的產業 有專門呢 提出想法的 就是那個 很會想 題目的教授 專門去做程式的 是做的教授 然後專門呢 很會投稿的 很會寫英文的 然後呢 很知道期刊哪些 會接受哪些東西的 他們就開始分工啊 分工完之後呢 就一個人就專門負責想 一個人就專門負責寫 一個人就專門負責寫 一個人就專門負責寫成英文 一個人就專門負責投稿 這個就是 古特斯論文生產線 效率之高 而且 論文有個特點 就是 如果 一篇論文不是只有一個作者 一篇論文 你可以掛兩個作者 三個作者 有時候甚至十個作者 但是呢 這個在早期的時候 他們這樣玩的時候呢 就有被試穿 就是發現說 這樣子大家都 都一直掛十個作者 才會最多論文嗎 可是後來呢 就規定說 那你要第一作者 或通訊作者才可以 但是他還是會有很多問題 反正 掛了 第一作者 他只要求你說 有一兩篇就可以 那 剩下的呢 你可以列出 譬如說 二十篇 通通都是後面的作者 不是第一 是第二 第三 第四 之類的 都沒關係 那就這樣來看你績效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他去接國分會計劃 接了計劃之後呢 用錢 然後來說 OK 那這位老師你沒有接計劃 但是呢 我的錢可以分你一些 那你 你用這些錢 可以去採購你的設備 然後呢 採購了設備之後呢 你在 在 花點時間 幫我寫 這篇論文 幫我們 幫我們實作這些程式 寫這篇論文 那這樣子那個 申請計劃的老師 是不是得到了 論文的 篇數 那 接近 跟他合作的老師也得到了 但是 合作的老師其實做得比較多 或之類的 但是 但是真正 論文最多的是那個 申請計劃的老師 對不對 好 另外一個比較惡劣的方法就是 壓過研究生一定要出論文 你不出論文 我就不給你畢業 你至少要給我出一篇EI或SCI 或者至少研討會吧 所以我們現在系上其實有規定 不是我們系上 就是遊戲 因為 因為我們本來兩個系合開研究所 本來研究所變成他們 所以 現在是在遊戲開研究 有這樣的規定 那 同樣的 他們 不只是提高生產量 因為量大了 如果不中的話也沒用 對不對 量大了還要中 所以他提高命中率 那先尋找那種可以容易投稿 很容易上個領域 然後瞄準之後呢 連續發射 這樣就會很準 連續發射 這一篇完了 下一篇 不一定是同一個期刊 可能是不同的 稍微修改一下 主題有點不一樣 內容有點不一樣 然後發射 那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就可以快速累積了 另外一個是社交工程 就是尋找同好 就是 有很多老師 很多教授他都想要發熱門 這時候早期呢 比較落穩的時候 他們就這樣玩 就是 那我自己辦個其他 那 譬如說我剛不是辦層次人雜誌嗎 那 那我辦期刊 那 雖然這個期刊沒什麼知名度 沒有關係啊 那你也辦個期刊 那 自己不能投自己期刊嘛 這樣好像很怪 那就是 我投你的期刊 你投我的期刊 我們兩個互相接受 不就好了嗎 OK 辦期刊很容易嘛 對不對 有紙就可以印了 好 但是 後來他們就發現 這樣不行 這樣大家都自己辦期刊 那 那 研究有什麼品質可言 所以 後來他規定 不行 不能讓你們這樣 自己惡感 所以呢 我們要有個標準 我們標準 就是 找國際的標準 國際標準就 一個叫SCI的 網站組織 然後另外一個叫EI的組織 他們會定期的 說哪些期刊 是屬於我們這個 組織收入的辦法 我們認為他不錯 每一個期刊的評價 我們都有評價出來 點數多少 我們都知道 你可以來有點長 那這時候呢 教育部就說 那就用EI STI 接下來呢 就打死一對勒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那個 國際的期刊 其實他不太接受 像社會科學領域的 社會科學領域 都跟本土比較有關 那那些本土學者都死光了 那 再來呢 啊 國際期刊呢 通常 他有大折衡到的現象 像醫學上面的期刊 通常他的那個 點數都很高 他那個 哲學的期刊 大概能夠生存就很困難 點數都很低 所以哲學系的教授 跟人家比 都比得出去 那 就會有這種 但是雖然他已經 盡可能的 把他最優化 讓你無法 無法很惡性的去操控他 但是還是可以操控 好 所以 當論文型碰到這種 福特式生產的 點數型的時候 他們也會被死掉 那 論文型會被給出行難害 又是可怕的便利 所以自然選擇 可能會 糟糕而低效 這是我讓你講 那 政策的選擇 不是說 常常糟糕而低效 無效 根本就無效 而且會有反效 所以我們回顧一下 他教授會很衰 採用了論文政策 於是 教授就突變 教授突變 現在有一個外星人 異種教授出現 那個 點數型教授就出現出來 點數型教授出來之後 他不只淘汰的 教學型 淘汰的實作型 淘汰原本的論文型 點數型獨大 變異種 主控成的生態系 全台灣都成了瘋狂論文點數戰場 所以台灣學術界的演進史 就我看到的就是這樣 一開始其實教育部沒有管 其實那是個美好的時代 但是已經回不去了 那這個美好的時代呢 你偶爾幫幫我 我偶爾幫幫你 就像我們在城市人雜誌這樣子 你偶爾發個訊息 我偶爾寫個文章 那大家其實都有快樂 大家都是為了興趣 興趣團體 沒有任何利益糾葛 但是教育部一獎勵呢 利益就進來了 利益糾葛一進來呢 就不能 沒辦法 這個興趣團體就會被摧毀 被摧毀 摧毀之後呢 就變成 突變型 會進入 突變型 就是偶爾文型 他們就叫點數型 我們會用不太好的手段 追求點數的極大化 那於是呢 政策扭曲了整個學術生態 台灣的學術界 就變成一個點數戰場 逝者生存 逝者淘汰 那認真教學的老師 實作很強的老師 在這個殘酷的擂台中 慘遭淘汰 那些本來樂賽論文的老師 他們只能勉強會苟延殘船 所以 我們的世界毀了 我們的世界毀了 各位的世界呢 老師都毀了 學生也好不到哪裡去 但是各位的世界 不是因為這樣毀 這只是部分原因而已 各位的世界還有另外一些原因 在我上大學的時候 我們錄取率大概是40% 其他人要嘛就是念專科或高中 老子 那時候雖然世界不是很完美 大學生其實混的還是很混 像我們班的同學都很混 但是呢 我們混出來的時候呢 奇怪企業都搶著要耶 我們交大資科 畢業的人出去 每個都找到工作 而且你今天這個工作做得不爽 三天之後你想說 我要換工作 下一個工作又在那邊等著你 雖然薪水沒有拉到很高 但是比各位現在還要高了 那時候我們剛出來 我是念到碩士才出來工作的 碩士出來那時候就 就 怎麼講 那時候 本性都沒有很高 大概三萬四萬 但是那時候有一個很大的東西 就是 就是 科技股啊之類的 他們創造了一個叫做分紅制度 所以每個人每年都分到一套堆股票 然後 所以很多人都變得很有錢 那我們這一代其實已經是尾端了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沒搶到錢 再更早的大概 比如我大十歲的那一代 而且提早出去 比如說念完大學就出去 那個都搶到很多錢 那 所以 更慘的是 那些專科和高職畢業的人呢 要接受這些大學生的領導 不管 你這個人 到底 能力怎麼樣 你是大學生 你畢業之後 你就是 白領 就是領導者 專科畢業生 高職生就是 燃領 就是被領導者 所以 你的爸媽那一代 當然很不爽啊 他們當然希望你們去念大學啊 因為 他們如果是自己有念過大學 他知道這個好處 所以他叫你們念大學 他們 如果自己沒有念大學 他可能是專科或高職 他就是被人家壓在下面的那種的 那當然也希望你們去念大學嘛 你可以回去問問看 所以大學就等於領導節省 就等於輕輕鬆鬆的就賺到錢 當然大家都要念大學啊 所以就瘋狂的幾進大學 大家都要進大學 但是那時候呢 就剛好 政黨文一嘛 然後 陳水扁就是 口號 一線是一大學 所以我們 學校其實跟這個很有關 金門大學之所以會成立 跟一線是一大學的政策 是 是從那邊來 如果沒有那個政策 沒有金門大學 那不斷何可成立新大學之後 大學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從原本三十幾所 變成一百六十幾學 後來好像到一百七十 那原本的專科 不管是二專和五專 也都變成大學 因為他們不改大學 他們會被淘汰耶 教育部一直在看你們的經費 然後把那些錢 就是補助五年五百億 給那個 台神信教那些學校 五年五百億出來 又是一個學術界的神態浩劫 本來就已經很浩劫了 然後五年五百億又出來 那個 那個 我記得那個 黃明慧又寫五年五百億了 可以去看 所以 所有人都念的大學 那 這樣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當領導者嗎 問題是 所有人都上大學 這件事其實也不太妙 哪裡不妙 所有人都去念大學了 不是所有人都當領導者了嗎 問題是誰要來被引導 關於這個問題呢 真的很難 你想得出解法 有沒有人想得出解法 至少 我想不太出來 但是 我們的政府很厲害 要想到 我們政府 其實是很有智慧 要想到怎麼辦嗎 媽 就讓外勞進來啊 他們幫我們工作 我們每個人都當領導者不就好了 真是 好棒的辦法 所以 我記得 我在念國師班的時候 然後有一陣子 我跑出去 做什麼呢 我跑出去 就是念了一半 覺得 這些東西到底有什麼用 然後呢 在中醫院呢 跟老闆 也沒有處得很好 然後呢 我就想說 那我學校專心念書 結果呢 又不專心 又跑出去 同學跟我說 欸我現在開公司 你要不要來幫我 我就說 你開什麼公司 然後呢 就會看看 然後呢 我就給他很多點子 然後他就說 你真的一定要來幫我 我就去幫他 結果 後來我們做那個造紙的那個 資訊系統 紙板有沒有 紙箱啊之類的 那種資訊系統 結果我們去工廠裡面看 哇 工廠裡面 你知道嗎 全部都是外勞 工廠 一整個工廠 其實那個工廠可以生產 台灣三分之一的紙板 三分之一市場的紙板 那 那個工廠要成功 我還記得 成功 現在已經關掉了 我來被另外一家定 那 那個工廠裡面喔 全部都是外勞 只有三個人 你跟他講話可以 就是 可以用國語跟你講話 那三個人呢 一個是董事長 另外一個叫廠長 最後一個呢 就是操作電腦的小姐 沒有 沒有 就這三個人 他可以用國語跟你講話 其他的人呢 通通都是外勞 那 這時候怎麼辦 這個問題其實蠻大的 所以 後來問題呢 就一個一個不限 那 沒有人做水電 那 誰來蓋房子 誰來做水電 誰來學到動型技術 那 所以這時候我們政府就說 那 學生不要演高手第一 不要炒梅族心態 其實各位不是炒梅族 而我們這一代才是炒梅族 我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每個月都還可以零六千塊 不用出去打工工作 你們現在連大學部都要出去打工工作 全台灣現在最大的 最大的 學生社團 其實是打工社 大家都去打工了 連社團都不能玩 怎麼能說你們是炒梅族 那 大學生就說 問你是大學裡面根本沒交勞動型技術啊 請問大學裡面 我們有開水電嗎 那沒有交勞動型技術 政府就說你們大學在開什麼 為什麼 連水電都交不了呢 然後大學教授就說 什麼 你叫我們大學去交水電 你討他派 大學是神聖的學術研究電腦 怎麼能去交水電呢 水電應該由專科和高職去交吧 那專科老師就說了 當初我在專科做水電 結果你跟我說不能升等 要我寫論文 結果現在我寫 我很多同事寫不出論文就被開除了 我寫不出論文當了一輩子的講師 運氣比較好沒有被開除 很多同事在提早退休的 開除的或轉型寫論文去了 他也可以寫 搞不好他最後還變成角色 其他的全部都殺光 他也突變 現在都改成大學了 更不可能回去交水電 政府說出來就說 大學生不要有交手機 不要有草莓族型態 這句話好像剛剛有聽過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用過會做以前的唱片 那個軌道的時候不小心 耳力沙子來就跳著 唱片沒有什麼 問題二又回來 剛剛那個鼻手畫腳工廠 還有印象嗎 沒技術性的工廠老闆呢 有人說去把廁所掃乾淨 掃廁所不太需要技術性 但是掃得乾不乾淨是有技術性 但是 外來的說 你的工廠 其實我不會講外來的話 那老闆 就沒辦法 因為他不會一丁話 也不會太國話 都不會越南話 所以老闆就想一想 那 到底 到底 比什麼呢 外來有沒有短 你懂 沒關係啊 外老爺很聰明 我們自己會想辦法 那 沒技術性的工廠 如果是這樣 那有技術性的工廠呢 有技術性工廠的老闆就說 去把機器修好 外來 老闆就跟他解釋什麼是機器 然後呢 什麼 樣的方式 什麼樣的步驟 可以修那個機器 而且還要用他們的理念 所以老闆就很努力的在說明 用比來比去 然後外老 你覺得他有懂嗎 沒有辦法 應該是沒懂 當然不懂 最後呢 最後呢 老闆會比出最後一個手勢 各位覺得是什麼 然後呢 老闆就自己去想辦法 想了什麼辦法 OK 坐 長樓 走了 然後 政府又出來說 大學生不要眼高手低 不要草莓出心態 咦 唱片又挑釁了 但是這樣我們可以回去重來一遍嗎 我們過去的那個美好年代還可以再回來嗎 這下應該誰說啊 看過這部電視的人 應該知道 人氣就出來說了 我說的人氣 各位不要想歪 人氣出來說了 可是瑞白 我回不去 這句很有名 到處被用 更糟的是 一個政策一旦啟動 就好像我們當初成立Facebook社團一樣 這個政策會有自己的生命 它會造成整個生態 改變 主政者很難控制這種有生命的東西 我們其實是用 沒有生命的法律條文 在控制有生命的東西 因為生命會尋找出口 你死滿滿的法律條文 你可以圍堵它 但是 如果你想要控制這個生命 你可以加入更多的規定 執行更多的政策 我發現台灣現在就在玩這種遊戲 一直在加規定 在加政策 把這些生命都堵住 讓他們找不到出口 但是這樣做是會有不作用 因為當所有人都找不到出口的時候 這個文明就會滅亡 這個國家就會滅亡 不但會滅亡 而且還會反覆 所以呢 大家 巨人又回來了 巨人 一百年之後 大家被巨人攻擊 安穩的獨起圍牆 過了一百年之後 人類開始會想起 曾經被那些傢伙之類死的恐懼 以及被囚禁在鳥籠中的屈辱 近期的巨人的台詞真的太棒了 以至於有一陣子我的Facebook 都是這些台詞 好 然後呢 Helen就說了 就算醫生都無法到牆外去 整天吃飯睡覺 人也可以活下去啊 但是這簡直就像是 就像加速一樣啊 跟朱漢基有什麼差別呢 所以 近期巨人的歌詞裡面 告訴了我 僅靠祈禱毫無益處 改變現狀 唯有戰鬥 各位千萬不要相信剛剛我說的話 今天出去走出去你就要去戰鬥嗎 好啊 你去戰鬥啊 好啊 那 你去戰鬥 或革命 就會更好嗎 另外一群人 他一定想說我坐牆騎車就好 再來呢 現在真的需要革命的程度嗎 如果你真的想選擇戰鬥 請你先想一想 巨人又回來 再來 這個 這個士兵 是 Alan的 朋友 對不對 他喝酒 點紅紅 然後 Alan就說 你為什麼 你明明是士兵啊 你應該守城牆啊 你應該 你應該想辦法把巨人打退啊 你要做好準備啊 你為什麼在這邊喝酒呢 Alan 這士兵講了一個很有哲理的 後來他還救了Alan 那是他的媽媽死了 那 救了Alan 他說 郭威仁 士兵剛開始 開始活躍的時候 才是最糟糕的時刻 跟那個時刻相比 我們被稱為 被困困 被人看不起的時刻 大家才能享受和平的生活 我覺得這句話很經典 居然是哪一國的騙 日本片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晉級巨人的時代背景 為什麼在這個時代 產生 晉級巨人這樣一部 片子 暗暗話 作者 到底想傳達什麼 日本過去 曾經是 非常強大的 軍國主義國家 到了1980年 90年的時候 他甚至強大到 可以把整個美國 的房地產 幾乎都買下來 然後呢 現在 他被圍獎 被台灣、美國 大陸、韓國 圍獎 導致 是 原本 2000年 2000年的時候 三星的市值 是Sony的 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到了現在呢 三星的市值 是Sony的 五倍到十倍 這 一來一往 差了 五十到一百倍 台灣會不會 日本的後場 我相信日本的教育 也出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想 我們現在的時代 沒有遭到到那種程度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辦 如果你有覺得被體制困住 或者是其實我覺得我被體制困住 一個可能的辦法就是 放手 因為還不到革命的時期 你選擇放手 對很多人都比較有好處 這個體制 玩這個遊戲 可以 不玩 但是 代不代表我要辭職我要離開 不要 我就是不要